Hello,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Chinese Podcast with 圣兰 在今天这期视频播客当中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些中文的综艺 好,如果你还不知道综艺是什么意思的话 你可以点一下上面这个链接 在这里我做了一个大概不到一分钟的一个短的视频 向大家介绍综艺这个词它是什么意思 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用这个词 好,那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一些综艺呢 主要是这样的 我们在学习语言,比如说学习中文的时候 方法特别多,对吧 比如说我们可以听播客 跟着老师学习,跟着教材学习 看视频,阅读等等等等 有非常好的很多的方式 那在这个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有时候换一换这个方式,对吧 比如如果你觉得听播客听得太累了 那可以换一种方式,比如说去读一些中文书啊 看一些中文视频啊 或者你可以选择一些这种中文的综艺去看 这个综艺它看起来比较的轻松,对吧 比较有意思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加熟悉 更加了解中国人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是怎么样去说话的 然后我们的自己的耳朵对于这个语言会更加熟悉 总而言之,我觉得看综艺呢 是一种能够帮助我们练习听力 然后去更加了解这个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那么在今天这期视频播客当中 我准备了四个综艺想要推荐给大家 那这四种呢,我会先介绍最简单的 然后慢慢的增加难度 我会把这个最难的这个综艺放在最后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我想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综艺呢 它其实已经很久了 我记得它的第一期应该大概是在九年前,十年前 我当时看这个综艺的时候 还是一个中学生 我当时还在学校里上学 那现在我已经大学毕业了 所以这个综艺真的已经非常久了 它的名字叫做爸爸去哪儿 它其实是从一个韩国的这个综艺借鉴过来的 借鉴的意思呢 就是说一开始是在韩国有一个这样的电视节目 然后这个中国的电视台呢 它觉得哇,这个节目好像还不错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中国做这样的节目 所以他们就开始在中国做 这个是借鉴的意思 好,那它的内容呢也非常简单 看这个标题,对吧 爸爸去哪儿 那首先有爸爸,有孩子 也就是一些男明星 一些在中国特别有名的人 是男生,对吧 他们带着自己的孩子 去到中国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一些乡村之类的地方 然后在这里他们会住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之中呢 在这段时间内呢 他们会比如说要完成一些任务 还比较有意思 这个是最简单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 他们主要是一些小孩子的语言 对吧 这个语言就会比较的容易 非常的简单 所以如果你比较喜欢小朋友 你想练习一下这个中文的听力 你可以考虑一下去看这个 反正我记得我当时啊 大概90年前 我特别喜欢看这个综艺 看这个爸爸去哪儿 因为我觉得在里面的那些小朋友 他们非常非常可爱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综艺 第二个综艺呢 我给你们推荐的叫做 花儿与少年 好 我们可以先来看这个题目 对吧 花儿与少年 他这个花儿指的就是女生 少年啊 很简单就指的男生嘛 所以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啊 同样也是一群明星 有男生 有女生 他们一起呢 去一些国外的这种城市旅行 比如说他们有去过意大利 有去过西班牙 有去过英国 然后澳大利亚 很多的地方 这个节目他们有好多季 那他们这些明星对吧 去到这些城市 他们可能不能像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那样旅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节目组 这个做节目的导演 给他们只有一笔钱 这个钱呢 不是特别多 所以需要他们合理的安排 在这段时间内啊 只能用这笔钱 在这个地方去旅行 所以呢 总的来说 这个就有一点点像一个旅行的这种Vlog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群明星 他们是怎么样啊 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 在这些国家去玩啊 去旅行的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是啊 虽然它是一个节目 对不对 也就是那些明星 他们在旅游的时候 他们是知道啊 旁边是有很多的这个摄像机来拍他们的 所以可能他们的这个行为呢 会不是那么真实 就是说 他们不会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表现出来 但是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 他在这个节目当中 也能展现很多真实的东西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啊 可能因为这些明星他们的性格 大家的个性都不太一样 所以他们在共同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意见 所以他们之间就是会吵架 好 那我个人觉得就是他们啊 意见冲突然后吵架的那个部分是最有意思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啊 每个人是多么的不一样 所以呢 如果你特别喜欢旅行 你可以考虑去看一看这个综艺对吧 叫做花儿与少年 好的 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三个综艺 这个综艺其实我自己没怎么看 但是啊 我稍微看了一下 我觉得它其实真的非常适合 大家拿来学习中文 练习中文 好 这个综艺它的名字啊 首先叫做非诚勿扰 那它这个非诚勿扰其实是一个成语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不是非常诚心的啊 那你就不要来打扰 好 那这个非诚勿扰这个节目呢 很有意思 它是一个找男朋友找女朋友的这个节目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这个节目上会有 好像有几十个二三十个这种女生 对吧 然后每一次呢会来一个男生 这个男生他会到这个舞台上来 先介绍一下自己 比如说他叫什么名字 他多大 他的工作是什么 爱好是什么 然后他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女朋友 等等等等之类的这种问题 然后他介绍完自己之后 如果有这个女生对他感兴趣 就可以也跟他进行一个交流 就可以问他问题啊等等等等 可能在这个活动上 在这个节目上还有一些活动 总而言之这个就是一个谈恋爱或者说交友交朋友的一个综艺 好 为什么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个综艺来学中文呢 因为他我觉得首先这个主题应该会让大家特别感兴趣 对吧 他是关于谈恋爱的 然后是关于交朋友的 那同样的在这个综艺当中 他们所谈论的东西 通常是一些啊 比如说爱好啊 然后工作啊 然后自己的性格啊 包括他们的一些择偶观 择偶观就是说 他们觉得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另一半 这个叫择偶观 或者说择偶的标准 好所以那在这个节目当中 大家可以学习到很多这种跟日常生活相关的词汇 与此同时呢 你们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在中国啊 我们大家对于这种谈恋爱 这种事情是怎么样看的 大家对于另一半 一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期待 怎么样的要求 对不对 好这个是我非常推荐的 这个节目啊 我觉得很神奇 它已经做了很久很久很久了 我非常惊讶 直到今天这个节目还一直一直在做 好 那这个是第三个综艺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 也就是最后一个 哇这个综艺就是最难的 为什么说它最难呢 因为前面的那三个 它们里面的这种语言都非常标准 什么意思 在前面的里面 比如说前面第一个对吧 它大多数是一些明星参加 那么这些明星要么是歌手 要么是演员 那我们知道如果你要在中国成为一个歌手 成为一个演员 那最基本的你得要有一些这种普通话的训练 对不对 比如说演员 他们演戏的时候要说台词 那首先你作为一个演员 你至少要普通话标准 你才能够演戏 对吧 包括你唱歌也是 你的发音 你吐词 就是你说这个词 把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 你要发音特别到位 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些语言是非常标准的 那到这个第四个节目 它不是特别标准 因为这个第四个节目 它其实算是一种纪录片 它不算是这种综艺 它有一点是综艺 然后有一点是纪录片 就是有一点奇怪的一个东西 好 这个综艺或者说节目呢 叫做守护解放溪 好 这个节目 它是在我的城市长沙拍的 这个解放溪呢 是我们这里市中心的一个地方 有一块地方 有一条街 那条街它的名字叫做解放溪西路 所以这个守护解放溪 它讲的是一个 在这个解放溪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警察局 或者呢我们叫做派出所 警察局派出所是同样的意思 好 那在这个警察局发生的一些故事 发生的一些真实的故事 就是这个综艺或者节目的内容 好 为什么我非常非常推荐 这个节目呢 因为它前几年在中国真的非常非常火 因为这个综艺它虽然是一个纪录片 但是它的内容特别搞笑 大家去看就知道了 它里面的这些故事大概就是在讲 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些什么样 什么样跟警察局有关的故事 比如说一个人他可能犯了什么错 对吧 然后他得被抓到这个警察局来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些故事 特别的有意思 可能是大家平时不会看到 不会经历的事情 但是很有趣 有一些不只是有趣 有一些也挺伤心的 如果你们对这个题材 对吧 对警察和这种题材感兴趣的话 我非常推荐你们去看 好 另外 刚刚说到这里面 它的语言是不那么标准的 什么意思呢 好 因为它是在这个长沙拍的嘛 然后在长沙呢 我们这里的人 我们说的这个普通话 它不是那么标准 好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各个地方 都有方言 对不对 那在长沙 我们就有长沙话 那在这个地方 其实说长沙话的人呢 可能不是很多 比如说 一般是一些老人呢 或者很多那种 一辈子生活在长沙的人呢 他们可能就会说长沙话 但是还有很多人 对吧 他们来自湖南的其他地方 或者说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并不说这个方言 并不说长沙话 他们说普通话 不过他们说的这个普通话 是有口音的 比如我们用普通话说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对不对 你怎么能这样做 那如果我用这种 有长沙口音的普通话 去说的话 就会变成 你怎么能这样子了 对吧 大家可以感受到吗 你怎么能这样子了 它是不是比那个普通话 这个音调的这个变化 要更大一些 对吧 所以呢 可能大家听起来 就会有一点点困难 不过啊 因为它是最难的嘛 对吧 如果你要适应中国人说这个普通话 中国人说中文 那你可能确实得要去听一听 带着各种口音的这种中文 不过 大家记住 你们如果看了这个综艺的话 记住千万不要被这个口音带偏 也就是说 也许你们这个综艺看久了之后 你的这个口音也会变成长沙的口音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说我大学的时候是在这个北方 北方上学 那北方的这个普通话都特别标准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这个宿舍里面 一共住着六个人 当时其中的四个人都是湖南人 所以我们都说这种有长沙口音的 这样子的普通话 那结果四年之后 我们大学毕业 那我们宿舍其他的两个 本来普通话特别标准的人 好他们有时候说话 就会带一点我们的口音 好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四个综艺 暂时先说到这里 我会把所有的这个链接 上面提到的这些综艺的链接 都放在下面的节目详情里面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播客 暂时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